日本首相半田文雄当地时间8日抵达华盛顿 开启访美行程 综合彭博社将到南华早报等媒体时日报道 在岸田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前 一贯对华发表不友好言论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 伊曼纽尔再次将矛头对准中国 彭博社声称 拜登与岸田此次会晤正值美日双边关系的关键时刻 报道提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称美国和日本正在寻求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彭博社称 拜登岸田11日还将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晤 讨论三国在安全、新兴技术和供应链等战略领域的合作 报道称在岸田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前 伊曼纽尔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 中国企图孤立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亚洲国家 而拜登政府正寻求在日本等亚洲地区盟友的帮助下 扭转这种局面并孤立中国 我们的策略是扭转这一局面 并让中国成为被孤立的一方 南华走报提到 伊曼纽尔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 渲染中国在南海的正常行动 9日阿奎利诺声称 中国在南海交周边的危险行动令美国极为担忧 中国采取的行动让南海练得更加不稳定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在海上采取的维权执法措施 旨在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正当合法 无可非议近期南海局势升温 同美方的插手介入脱不了干系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南海和平稳定 就应当停止怂恿拱火 拉帮结派 调动对抗对于美国 对于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 本周将举行会晤 以及三国之间不断深化的关系 王宁4月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任何国家开展防务合作 都应当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反对拼凑排他进小圈子 反对在本地区搞阵营对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